韩宝晴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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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绝望了不吃不喝 轻松的念头不断在我脑海里反滚 我跑遍了四大名山到处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 2012年9月通过媳妇的姐姐认识了亲密的赵师兄 我从她那里接远到了台上的发宝念经许愿放声 激动的我一夜没合眼 我知悉地阅读静静地领悟那一夜 心中未有激动的泪水和感恩赵师姐 把我拎进了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让我见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 是观世音菩萨妈妈把我从悲痛中解救出来 是恩师卢君红师父指引我收下了正法正道 再次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恩师卢君红师父 2013年6月在赵师兄继同修的陪同下 参加了香港大法会 当时我被万人发会所感动 被师父的慈悲思想所感动 师父慈悲看吐疼 让我真正明白了 丈夫的去世是因果病 是业障病 种什么因都什么果 因果报应真是不虚 我真正体会到 原来不去念经 不忍悔不许愿不放生不度人不付出 知求悔报 真是错上加错 在这里向菩萨妈妈忏悔 向诸福菩萨忏悔 心灵法门救了我们的全家 心灵法门让我在迷茫当中 给了我一盏子路明灯 我过去的愚痴让我明白了人生的道理 万般带不走只有月虽身 让我知道了万事低是因果 发会结束后 我的情绪不但那么的低落 下决心要学习心灵法门 我主动鸿发度人和老同修沟通学习 家里尽快舍弃了福台 祈愿放伤念经 践行着三大法宝 我用小房子送走了我打胎的孩子 不知不觉腰疼腿疼好了 特别是我多年的心脏病 原来撑多次混倒在江台上 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 多年的眼镜死 现在在慢慢的恢复 用小房子超度了父母及丈夫 是我在梦中和意念中感觉到 他们不再受苦 小房子太灵了 太神奇了 让我真正感受到 三大法宝能超度灵性 消除业障 并且能治好各种淫然撒障 能处一切苦 真是不虚 感恩书上的心灵法门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大慈大悲恩斯卢君皇师父 不学佛 不知道 现在学佛明了的 医院念经 全家受益 而你们的工作越来越顺利 经济收入越来越丰富 不但还清 丈夫看病 欠下二十多万的外债 喊购置了房子 车子 我想都不敢想 我的全家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平日里 儿女们给我的零花钱 都拿出来去放生 为各地区需要帮助的新童修 有记书记光盘 播放器 空白小房子等等 这就是我毕生的事业 师兄们 有菩萨妈妈在天上看着我们 有师父在人间知道我们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都是菩萨妈妈最好的安排 也都是我们争上缘 每天都在开开心心念经 以感恩的心 慈悲的心 去度有缘重伤 天天发起 心灵法门救了我的全家 儿女们都理解 支持我 让我好好的去修心修行 良恶儿媳 和睦相簇 孝敬老人 我的亲家学佛经见 经常参加法会 在这里感恩 两个儿媳妇和我亲家的宽容和付出 同时我以学会放下 活在当下 保持一颗清静的心 跟着观音妈妈跟随师父 弘扬佛法 做好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 把医生交给菩萨妈妈 生命不新 度人不止 2014年6月 我再次参加香港大法会 并且我做了义工 在做义工过程中 认识了好多同修 相互交流 协服度人的经验 增至书上无比 而且在发会上 得到东方台师兄的鼓励我 你是很会度人的 让我回去后 要多度人 当时我挤动的泪流满面 现场我就向菩萨妈妈祈愿 每月我要度人 奢夫台 发疏不少于三十人次 每月坚持 至少放僧两次 初一为师父放僧 同时也为需要帮助的师傭放僧 法会回来后 我的信心施足 一种无心的力量 在支撑着我 一下子开悟了很多 在师兄的帮助下 我度人的尽头更大了 父太前 我向诸佛菩萨喜愿 全部放下自我 要弘法要度人 求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 加持我每月要度到六十人次 天天度人 实施弘法 无论远的近的 城市的 农村的 山西的 都要红法 要用多种方法 多种极道 间接的去度人 这是我生活的全部 感恩 以上分享的过程中 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菩萨妈妈原谅 请诸佛菩萨 龙天护法原谅 请在座的 法师们 同学们 原谅 感恩 大家 健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